侯友宜呼吁大家 我们到现在为止 给大家看到 全台湾已共累积了49例的 Delta变异 这个病毒株 37例是境外 另外12例是屏东群聚感染 所以侯友宜说 不要忘了诺富特的一个惨剧 要做好防疫旅馆把关工作 阻绝于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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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太重要了 我要念三遍 这才是挡住Delta的不二法门 当然了 罗伊军就告诉大家 美国加拿大完成研究 这个面对Delta莫德纳的保护力 胜过BNT 因为我们的中央本来就不喜欢BNT BNT对于Delta的侵袭 还是有一定的保护力 因此建议 都打莫德纳 不要打BNT 这是他讲的 这我也是惊呆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比较可怕的是 未来恐怕不是国与国的战争 未来人类的毁灭 恐怕是人类跟病毒的战争 这个预言很早就有人讲 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目前还有哪些可怕的病毒 恐怕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戒 不只是BETA跟Delta病毒 西非传出了首例的叫做马宝病毒 今天听大家还以为是马宝病毒 马宝病毒 它也是蝙蝠传人 然后致死率高达88% 通常它会寄生在果服的身上 传染给人类之后会发烧 头痛 然后它是透过体液传染 直接接触也会传染 传染力非常高 还有最近你关注大陆新闻的话 就会发现大陆河北 发生了碳疾病的病例 这个是人畜共通85%的致死率 那么它的中后期会出现水泡 皮肤组织坏死等等 透过呼吸吸入含有碳疽菌的飞沫 或者粉尘都会引发这个疾病 那么肺部的碳疽病 它的死亡率非常高 患者可能会在24小时到36小时之内身亡 就是一到两天之内就会身亡 所以我们这个前理事长特别谈一下 现在的边境管制多重要 我们看到许多的病毒都在扣关 现在这个世界当中 这个大家人记得往返 国与国之间的连结也很密切 怎么办呢我们台湾守得住吗 照现在这样子守的话 我估计不见得守得住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边境管制 必须要再加强 那加强的点应该在哪里 因为这根据中国大陆 钟南山院士他讲的一个话 他说这个病毒 是一定要用实体的负压隔离病房去隔 才隔得开的 好你根据这句话 你来讲说我们现在把检疫的旅客 全部都是集中检疫所 或者是防疫旅馆给他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我们中间给他筛查 总共筛三次 一次刚进去的时候筛 然后再来就是出来都筛个两次 就是这样子筛 那这样子筛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 你必须一个人在防疫旅馆 或者是集中检疫所要关个十四天 万一他里面确诊怎么办 因为中间都没有筛 那这个防疫旅馆跟集中检疫所 基本上他的设备是很简陋的 他不是用来隔离病人的 他只是用来让病人不要出门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他会传染给他的工作人员 所以这个防疫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检疫的旅馆的话 基本上是不够用的 所以说应该怎么做 应该把那个筛查多筛几次 而且是每天筛 你一进来一个人 我关起来是关没有错 但是因为他这个集中检疫所 跟防疫旅馆关不住 所以你要赶快筛 筛再一筛到阳 立刻关到负牙克里面上去 那这中间你也可以设说 我筛了三次或筛了五次 每天筛 筛了三次五次 我就把它放出去 我们看到大陆有个医生 它不是筛到第八次 突然变阳的吗 是啊 是啊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说就一直筛嘛 筛嘛 就是说你要解决这个筛查 并不是有 它有假阴假阳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给它多筛几次嘛 所以这样天天筛 因为我们现在进来的旅客也不多嘛 筛筛筛筛筛 这不但可以减少我们的防疫旅馆 或者集中检疫所的量能 而且也可以及早 把阳性的病例就关到 那个负牙克里面上 而不是留在集中检疫所 所以这个是我们 基本上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 全部的旅客 都进防疫旅馆集中检疫所 但是筛查这个东西 如果再给它做点精进的话 是会有帮忙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帛琉回来就不需要啊 帛琉回来现在是不进这个 是免隔离的 那个是有加的疫苗 有加的疫苗是好事啊 这个我们也希望 加了疫苗以后 这些就能够解掉 这个是很好的 要不然疫苗打得干嘛 疫苗打得一点好处都没有 谁要打啊 对不对 但是帛琉的 我们台湾如果到帛琉的旅客 会不会跟其他国家 到帛琉的旅客 也有点接触了 你出去你要打疫苗啊 他也让你这样才出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旅游的 旅游的那个签证 就要这样出来的 但我们的政府又说 去帛琉旅行团 不能够告诉大家要打疫苗 不 你再打了它要过去就好了嘛 对啦 打了它再出去就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把疫苗加进去 这个才是真正的旅游泡泡 就像刚才秀芳讲的 秀芳的那个问题 其实我怀疑过 所以我有去确认 就是目前为止的 所谓的帛琉旅游泡泡 是五加九了 就是回来你要在家里头 待五天 然后你还有九天要 这个加强自主的健康管理 就不需要进防疫旅馆 但是关键问题来了 大家的质疑是 那我的观光客到了帛琉 台湾的观光客 现在愿意花七万块到帛琉 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政府不愿意 讲出来的目的 就是大家都去打了疫苗 为了打疫苗 花七万块去帛琉 顺便玩一玩 但是关键问题就来了 那帛琉有没有外国 观光客呢 是啊 目前为止还没有 目前为止帛琉 我所问到的 他只针对台湾的观光客开放 但是我要强调是未来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下个礼拜 过两个礼拜 帛琉有没有可能对美国开放 有没有对其他国家开放 帛琉的旅游泡泡 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的防疫破口 其实这一点 政府必须要高度的注意 如果今天帛琉 只有台湾的观光客 帛琉现在没有疫情 所以就算台湾的观光客进去 也算安全 可是如果帛琉 有对其他的观光客开放的话 我们所有从帛琉 回来的旅游泡泡的 相关的隔离政策 必须要同步做调整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其实我要高度的肯定侯永宜 刚才秀芳讲到侯永宜 这个针对了防疫旅馆 他其实有做出更仔细的指引 就是说新北市政府要求什么 他要求说 所有防疫旅馆的饭店 在旅客checkout之后 你要静置一天才能够打扫 为什么你要静置一天才能打扫 因为当这个旅客checkout的时候 他立刻就会做PCR了 所以做完PCR之后 你自然就知道这个旅客 有没有被感染 他有被感染跟他没被感染 他所住过的房间的清扫方式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最高度担忧的 就是所谓的决战边境 其实就是两个边境 一个是机场 一个是防疫旅馆 南京的入口机场是怎么沦陷的 就是因为清洁人员进去了 染疫曾经搭乘过的班机 所以清洁人员染疫了 所以这个所谓的机场的清销 跟防疫旅馆的清销是同等的重要 但是说实话 我们当初为什么会 当初为什么会有3加11破口 它就是个特权嘛 台湾满满的特权 永远不缺特权 到现在为止我们打疫苗 还在有特权 像高端这种事情 更加的莫名其妙 把台湾一大堆的 原本可能健健康康的人呢 通通要把他弄去做 实验的白老鼠 然后让他的健康风险 变得这么高 因为高端今天没有做三期实验 大家还只是在讲说 而且他有没有效都不知道 他还不是有没有效问题 秀芳我就要讲这一点 他不知道打到人体上 会有什么反应啊 因为你打这个抗体进去 其实你是要刺激 我们自体免疫的反应嘛 那你没有进行人体实验 你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变成免疫风暴 像现在不同种的疫苗 他会知道说有哪些疫苗 他譬如说不适合孕妇打 或者不适合有血栓病死的人打 或者不适合某些 那个身体状况的人打 可是现在高端这些一无所知 你一无所知 只凭着大家在那边登记 或者是在那边排个什么第六轮 你就这样莫名其妙去施打 你怎么能做这种决定 你怎么忍得下这个心啊